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 尼西米 第七章 尼西米记第七章 城墙修完 我安了门扇 守门的 歌唱的 和立位人都已派顶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 和营楼的宰官哈纳尼亚 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 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我吩咐他们说 等到太阳上升 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 人上看守的时候 就要关门 上栓 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 各按班次 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城市广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 房屋还没有建造 我的神感动我心 招聚贵胄 官长和百姓 要招家谱计算 我找招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 其上写着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贝鲁道之地回耶路撒冷 和犹大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索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亚撒利亚 拉米 拿哈马尼 摩迪盖 碧山 米斯皮列 比格瓦伊 尼虹 巴拿回来的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载下面 巴鲁的子孙 两千一百七十二名 赤法提亚的子孙 三百七十二名 亚拉的子孙 六百五十二名 巴哈摩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 两千八百一十八名 野兰的子孙 一千两百五十四名 撒土的子孙 八百四十五名 撒改的子孙 七百六十名 宾内的子孙 六百四十八名 比拜的子孙 六百二十八名 亚甲的子孙 两千三百二十二名 亚多尼干的子孙 六百六十七名 比格瓦伊的子孙 两千零六十七名 亚丁的子孙 六百五十五名 亚特的后裔 就是西西加的子孙 九十八名 哈顺的子孙 三百二十八名 比赛的子孙 三百二十四名 哈拉的子孙 一百一十二名 鸡变人 九十五名 伯利恒人和尼托法人 共一百八十八名 亚拿图人 一百二十八名 伯亚斯马佛人 四十二名 西列耶利人 吉菲拉人 比路人 共七百四十三名 拉玛人和加巴人 共六百二十一名 莫马人 一百二十二名 伯特利人和爱人 共一百二十三名 别的尼波人 五十二名 别的以兰子孙 一千两百五十四名 哈里的子孙 三百二十名 耶利哥人 三百四十五名 罗德人 哈地人 阿诺人 共七百二十一名 西拿人 三千九百三十名 祭司 耶稣亚家 耶大雅的子孙 九百七十三名 阴脉的子孙 一千零五十二名 巴士霍尔的子孙 一千两百四十七名 哈林的子孙 一千零一十七名 利未人 和达威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 七十四名 歌唱的 亚萨的子孙 一百四十八名 守门的 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雅谷的子孙 哈迪达的子孙 朔拜的子孙 共一百三十八名 尼提宁 就是电异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尔的子孙 基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沙迈的子孙 哈南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亚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加善的子孙 乌萨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米乌宁的子孙 尼普辛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呼的子孙 巴西律的子孙 米西大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就是索太的子孙 索菲列的子孙 比路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 亚门的子孙 尼提宁 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共392名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顿 阴脉上来的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 普系 是以色列人不是 他们是 蒂莱雅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642名 祭司中 哈巴亚的子孙 哈格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 娶了激烈人 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 在族谱之中 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着 因此算为不解 不准供祭司的职人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至胜的物 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 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惠中共有 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 此外还有他们的 瀑壁 七千三百三十七名 又有歌唱的男女 两百四十五名 他们有马 七百三十六匹 骡子两百四十五匹 骆驼四百三十五只 驴六千七百二十匹 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 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 一千达利克 丸五十个 祭司的礼服五百三十件 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 两万达利克 银子两千两百米拿 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 两万达利克 银子两千米拿 祭司的礼服六十七件 于是祭司 立位人 守门的 歌唱的 民众的一些人 尼西宁 并以色列众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的 尼西米集第七章 我们看到呢 在犹太人 他们同心合意协力跟尼西米 排除种种的困难的情况底下 把深层城墙重修的艰难的工作 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大共高层的一个阶段 所以身为犹太人 他们当然很满心的欢喜 然而后续的工作 还是需要有人来承担的 哪一些后续的工作呢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 我们看到呢 第三节有讲到 看守城门 城墙是修完了 但是敌人还是在的 他们还未发修 因此呢 城门必须呢 严加看守 直到太阳三升 城门才可以开取 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 谁来负责呢 结果就拍定了哈纳尼和哈纳尼亚 他们两位呢 是中性的人 因为唯有中性的人 才会呢 精忠职守 不把这些事当儿戏来看 他们是非常敬畏实的人 为什么要找敬畏实的人来当呢 原来唯有敬畏实的人 才会对教托的事 做出妥善的安排 因为他们是对主神做事的 不是只坐在人的面前 有这样的人来看守城门呢 真可以叫人放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这样的人吗 第二 要看守的是自己的区域 那尼西米还吩咐人 要看守自己住处的对面 就是自己住处附近的地带 城门虽然很严手 但是为了防备敌人 从别处偷爬进来 或者是 故个人要在自己的住处 附加以留意 个人要互相的守望 确保大家的安全 保护大宗是人人有责 而在自己的住处附近 是轻而易举的事 所以人都可以做得到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 有牧师 有领袖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把 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责任 都归在牧师 都归在我们的小组长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 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 即使教会没有安排任何的领袖 但是呢 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个信徒 我们必须常常要读圣经 各自负责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 那么教会才能够兴旺 第三 他们要招募志愿君 从第三节到七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 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那犹太人 但是又稀少 保护这城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必须招募志愿的人 来共同来负担 但是人海茫茫 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 而我们要问的 谁肯做这些志愿的工作呢 所以尼西米就找到 初次回国的人的家谱 他就根据这些家谱来征召 那这家谱是索罗巴伯时代 其实呢 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记录 所以数十年不安定的岁月 那历经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已经不再是严版了 难免是有一些的错误 但是呢 有了这个家谱 总算有所依据 所以尼西米从其中 去招募人来 共同负起看守的这个责任 这些人可能已经分级在 由他不同的区域 要到深层来看守 当然要付出少许的代价 但是深层是大家的属灵中心 或代价是理所当然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肯来回应应召 这些召唤呢 我们其实不知道 但是我在想 如果你我当时在其中 你跟我是否肯回应这护照 到深层去做看守的工作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国度的成长跟扩张 不是只落在教会的 小组长跟牧师的手中 这些也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整个教会 整个神国度的成长 都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除了上帝有呼召牧者全时间 今天同样的 上帝且呼召你 是一个24小时全职传福音 全职成为神儿女的一个的呼召 所以今天你身为神儿女 你要担起神国的代理人的这个职份 来保护神的国度 来看守神的国度 来为神的国度守望 无论你是在职场 在家里面做学士的 今天你跟我也是被神呼召 要成为神国度的守望者 那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今天早晨这个领袖 你给我们看到 今天你国度的成长 却不是只落在牧者 小祖长的身上 今天你国度的复兴跟成长 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因为你在马太福音28上告诉我们说 你要我们去十万名 做主你的门徒 主啊 你这里却没有说 你要牧师去 小祖长去 你却告诉我们 你们要去 你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 传福音的责任 都是在我们的身上 复兴你的国度 也在我们身上 扩展你的国度 也在我们身上 主啊 今天让我们懂得去回应 你在我们身边的呼召 主啊 让我们成为一位 和神心意的神的儿女 好 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你而做 都是回应你在我们生命的呼召 主啊 我们知道 我们有时候有软弱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 我们在你的身份是什么 但是我们祷告 圣灵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 好 让我们不至于因为 忙碌而忘记的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要把今天美好的早晨 都叫在你手中 当我们走出我们的家 进到职场的时候 我们就是为神来工作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受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们 我们稍微把我们也开始 如 partly 有一点 并非 inander 愿 又 不 edi 锦